第十六集 萧师兄拿出了一张柔软的白网 准备活捉养魂兽 养魂兽身上的女人 被长毛和碎石盖住 她不能分别是阴魂还是养魂 师兄 要是养魂怎么办 吴师弟好像很害怕 竟然拉住了萧师兄的衣袖 那你到时候先跑好了 萧师兄美好气地回了一声 扔下吴师弟守着四周 萧师兄慢慢地像养魂兽靠了上去 刚要扔出困肉网 就听到了远处的碎石哗啦一响 有一人从碎石下坐了起来 太好了 萧师兄你来了 坐起的人正是滑稀 他看到门中弟子赶到 惊喜地对着萧师兄大声喊道 手则藏在了碎石中 就偷偷地使了个法觉 小声闲 萧师兄着急地 第一声喊道 话音未落 就见前方的养魂兽 猛地就站了起来 他不顾身上的碎石和伤势 对着萧师兄就大吼一声 一个圆的东西啊 咕嘟掉了下来 那圆形的东西一路滚到了萧师兄的脚边 停下后上面血淋淋的大眼睛就直愣愣地盯着他 这是 以山师妹 萧师兄定眼一看 大惊失色 滚到他脚边的正是被养魂兽吃剩下的以山师妹的半个脑袋 就在这时 养魂兽突然高高跃起 全身化为了一团黑气 窜了出去 正好同赶来的几位青兽门弟子撞上 还没等他们招出灵兽和法器 就被养魂兽的黑气迷倒 噼里啪啦地晕倒在地上 而养魂兽则窜入树林中消失了 萧师兄想追出去 已经晚了 养魂兽早跑得没个影了 他只得转过头来 脸色难看的一声问华西 华师弟 这是怎么回事 华西的脸色更难看 虽然知道养魂兽在他的法术下醒来 一般人也不敢去捉他 肯定能逃出去 而自己也很容易就能把他寻回来 但是现在这个场面要怎么交代 那金飞瑶也不知道还是活着没有 如果还活着 他要是说出实情怎么办呢 自己在清授门计划了这么多年 可不能因为这个意外就毁于一旦了 他轻着脸 思量着怎么样解释这件事 看着蚁山那被啃掉的半残的脑袋 肖师兄也不知道回去要怎么和掌门交代 虽然掌门有三十几个子女 蚁山的资质不算优秀 平时呢也不是最宠爱的 但是怎么也是掌门的小孩 还好他娘只是练气漆的修士 只要能解决掌门这里就行了 就在等着华西解释时 其余的弟子也赶了过来 而受到养魂说黑气晕过去的弟子也被弄醒 只是被阴气轻身 得回去休养几天 用灵力把阴气驱出体外才行 大家围在蚁山的半个脑袋边 相互对看了一眼后 就把目光全投向了浑身是伤 狼狈不堪的华西身上 华西松开紧握着的双手 刚要开口 就看到了大坑中间的碎石堆 哗啦一声 金飞摇钻了出来 他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 松开了双手又握得紧紧的 金飞摇钻出碎石堆 就整个趴在了碎石堆上 动弹不动 浑身痛得厉害 最少断了五六根骨头 他用眼角瞧了一眼 发现那单幅炸出了一个巨大的坑 四周早已看不出原来的样子 青兽门的弟子齐刷刷地站在一起 此时全看着自己 而他还瞅见华西也站在不远处 这家伙真好运啊 还能站起来 金飞摇忍不住在心中阻骂起来 如果不是这家伙 自己现在哪会变成这样呢 不过他倒是决定了 以后再得到什么来历不明的东西一定要卖了 千算万算 没算到这单服务竟然是自爆的法术 怪不得那灵服店的掌柜 看了半天也说不出是什么法术呢 到底是哪个缺德的混蛋 都金丹切了还搞出这种无聊事情 没事搞什么自爆服啊 有病呢 金道友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李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没想到金飞摇还活着 没有被养魂兽给吃掉 萧师兄开始怀疑养魂兽是他饲养的 金飞摇看了一眼 站在萧师兄身后 目光如刀子一样的滑稀 他一脸惶恐不安的说道 我和李山道友来到这附近警戒 发现这里有妖兽的叫声传出 李山道友应要进去看看 我已经阻止他了 可他说自己是训兽高手 怕什么 等我们进来时 才发现是一头长得很奇怪的妖兽 李山道友竟然转头就跑 也不知是不是为了保护我 他才跑起来 吸引妖兽的注意力 看到华西如刀子的眼神淡了下来 金飞摇装作很后怕的截止说 那妖兽一口就把李山道友咬住 而这时华道友正好出现 就放出巨狼出来 想救下李山道友 可是却打不过那妖兽 我正好有张丹符 就让华道友顶住妖兽 而我想办法启动丹符 丹符是启动了 但是我也被炸昏了过去 醒来就看到你们站在这里 是的 小师兄 我和你分开 引玉水师 就来到这边 正好看到 养魂兽把李山师妹咬住 我的巨狼王打不过他 只能拖延一些时间 最后我也被金道友的丹符炸晕了 华西也站了出来 证明金飞摇说的是真的 他不知道金飞摇为什么要帮他撒谎 但是这对自己可是好事 自然要站到他这一边了 为了逼真一些 他赶快拖着伤体 想去碎石中找自己的巨狼王 师兄弟们赶快扶住他 吴师弟自告奋勇上前去找 果然在一堆碎石下面 找到了奄奄一息的巨狼王 吴师弟拿出师门特有的灵兽疗伤药 给巨狼王服下 帮华西把巨狼王收回了灵兽袋中 小师兄 这养魂兽应该是有人养的 被我们无意中遇上 这可是逆天级危险的妖兽 而且以山师妹也出事了 我们得报告掌门 而且师门中有一件法宝 可以检查出谁有养吃人魂肉的邪兽 想必养魂兽的饲养者也可以查出来 不如让师叔们拿出来检查一下 可以洗脱大家的嫌疑 也不会误会了金道友 看到萧师兄半信半疑的样子 华西干脆的提一道 金飞瑶有些好奇的瞅了他一眼 那妖兽明明就是他养的 还提这种办法 难道他有什么办法躲过检查吗 自己倒是没有碰到养魂兽 只是还是不放心 只得拖着伤体说道 我们和他打过 不会沾到点兽味 就说是我养的吧 这倒不会 请金道友放心 如果凭这点就来认定谁是四主 那还有什么法宝 毕竟这次掌门的女儿死在这里 而你又和她在一起 所以还请金道友走一趟 只用把事情说清楚就行了 我们青兽门名声一向良好 金道友不用担心 来啊 我们弄个担架过来 把金道友抬回青兽门 萧师兄想了想 也只能这样 把人都带回去 交给掌门厂 金飞瑶此时受伤不轻 就算想不同意 也不可能呢 只得大方的点头答应 华西都不怕 自己怕什么 怎么说 自己也是全仙门的人 凭着全仙门是洛仙殿之一 只要和自己没关系 这青兽门 应该不会为难自己 大家马里的 用树枝做了个简陋的担架 把金飞瑶搬了上去 还怕他半路上断了气 把一粒二品生鸡丸 给他吞下 抬着就往青兽门赶去了 为了避嫌 一路上华西都没有 同金飞瑶有特别的接触 赶路时也是离得远远的 金飞瑶也不担心 就凭刚才自己交代的事 华西也应该能应付出来 如果有什么对不上的 就说是当时情况混乱 加上自己害怕记不清了 悠闲地躺在了担架上 先用传送阵回到洛仙城 然后又回到了青兽门外 他飘飘然然的就来到了青兽门 青兽门位于洛仙城东边的仙秀山 整座山共有三十二座山峰 每座山峰都被洛仙殿租了出去 一座山峰一个门派 整整三十二个门派建在了同一座山上 而青兽门就是其中的楚潭峰上 从山脚下的传送阵到青兽门在的楚潭峰 竟然走了整整两个多时辰 本来为了加快速度 金飞瑶被从担架上扑下来 和一名弟子挤在一头坐骑兽上 颠得他本来就断掉的骨头都快严重一味了 在他的咆哮和怒吼下 大家只得放弃用灵兽带他回去 可非的灵兽又拉不了两个人 没有主人控制 灵兽不把他从空中扔下才怪呢 最后只好有两名弟子骑着灵兽 然后各抬着一边担架 放慢了速度 拖着他往楚潭峰走 等到了楚潭峰 已经是黄昏了 黄昏下的楚潭峰很漂亮 半山处有一个很大的湖 此时有很多青寿门的女弟子 带着各自的灵兽在湖边嬉戏 而湖的一面就是山峰 一道雄伟的瀑布从山峰上冲下来 直落湖中 瀑布上方就建了一座雄伟的大殿 一大块宽敞的木质平台 从瀑布上方伸出 有不少男修士正趴在了木栏边上 不断地往下方湖中的女修士身上张望 急匆匆地走到湖边的石阶前 就由守门弟子迎了上来 萧师兄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不是出去捉妖兽了吗 怎么抬这个人回来 赶快向掌门通报 我有失望火急之事 要见掌门师尊 萧师兄来不及回答 只是催促他赶快先一步进去禀告 这名守门的弟子 见萧师兄好似真有什么急事 又抬着个重伤之人 就赶快跑了进去 往里面去禀告 大家行色匆匆地抬着金飞摇 就跟着往里面跑 倒是有不少弟子发现他们慌张的样子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开始焦头劲儿起来 金飞摇算不上太悠闲地躺在担架中 左右寻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正派神兽青霖龙 他还以为青霖龙应该住在水里 那应该就会在这个湖中 哪知道各式各样的灵兽见了不少 却没看到青霖龙的身影 石阶边上倒是有一头 十来丈高的六阶震天兽 全身金黄 吃的是肥胖厚似的 正闭着眼睛在打盹 他们从他的身边通过时 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没见到青霖龙 能看到震天兽也不错 看着他那金光闪闪的黄毛 金飞摇想起来了一种流传 说震天兽的金毛 只要拔起来就能变成黄金 看着那小山一样的震天兽 他暗自感叹 要是真的 这世俗的皇帝老儿 可全都是穷光蛋了 养着震天兽 那黄金就是要多少有多少 只可惜 没有身上长灵石的药兽 真是遗憾的 在众人好奇的注视下 金飞摇被抬到了瀑布上方的大殿门口 等着掌门的召见 而有些和他们相熟的弟子走过来和他们闲聊 得知是什么情况后 人人都是神色大变 又是弟 掌门传你们进去 等了许久 终于从大殿里走出了个弟子 让他们进去 金飞摇很不厚道的想 这家伙摆足了架子 慢腾腾的才召见他们 一会儿要是知道自己的女儿被妖兽吃得只剩下半个脑袋 不知道会有什么表情呢 得了传令 大家抬着金飞摇进入大殿中 大殿中异常的宽敞 铺了结实的木地板 几十根粗大的红漆柱子立在了殿中 支撑着高高的房顶 最里面有一面零木雕刻的巨大龙形墙 上面的巨龙活灵活现非常有其事 而龙形墙下面就是一张雕刻了百兽的榻 铺了色彩斑斓的垫子 不管是龙墙和百兽榻 还是那漂亮的垫子 无一不是灵气充沛 显然都是由上品材料所致 百兽榻上盘坐着一人 看起来只有四十来岁 身材魁梧 一脸的落腮胡 穿着一身绣青龙的锦服 不怒自为显得霸气十足 青龙踏边上还有四名清传弟子 还有气势的立在两旁 弟子潇洒参见掌门师尊 潇洒带着众师弟给掌门行了礼 然后就低下头等着掌门发问 你们有事不去找你们的师父 怎么直接跑我这来了 还懂不懂规矩 他一开口 金飞瑶又大为失望 小门派就是小门派 这时候不是应该 让身边的清传弟子站出来说话 才有身份吗 师尊 这次事关重大 我们来不及请示师父 只能直接来找师尊了 潇洒扑通一下跪了下去 身后的师兄弟们也一同跪倒 把掌门给看愣了 到底什么事 说吧 他声音深沉 倒还有些风范 师尊 以山师妹出事了 以山 那丫头又干什么事了 掌门有些不高兴 对于有三十几个儿女的修士 最大的小孩都快两百来岁了 像以山这种资质不好 平日不太受宠的女儿 她平时根本没有关注过 现在竟然为了这种小事 专程来找自己 这些弟子怎么一点眼力都没有 能出什么事 不就是又欺负什么师弟 或是抢谁的破烂灵兽了 真是麻烦 师尊 以山师妹遇上了一头养魂兽 现在只剩下了这些了 潇洒恭恭敬敬地 递上了一个平时装大体级灵草的玉盒 然后就低头不言了 什么 养魂兽 在什么地方发现的 掌门一下站了起来 发觉自己失态了 又赶快坐了回去 皱着眉 立声喝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们给我好好道来 就在这一瞬间 大家都看到掌门眼中一闪而过的惊喜 对于不受宠的子女 还是养魂兽更有吸引力一些 不敢隐瞒 潇洒把自己看到的都说了一遍 又把华西叫出来 把看到的一切都讲一回 最后就是轮到的金飞瑶 讲述大家都不知道的事了 他一直在注意 轻兽门掌门的表情 在弟子提到养魂兽的样子时 他眼中就透出惊喜和欲望 而提到蚁山被吃掉时 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好像被咬死的是头畜生 金飞瑶便下定心思 开始瞎编起来 他只是随便提了一下 怎么进入山谷的 然后就开始大肆渲染 养魂兽是如何的强大 怎么把蚁山吃掉的 还添游加醋的说 华西的巨狼王如何对付养魂兽 最后却又怎么被养魂兽 给一掌拍飞的 直说的那养魂兽 强大无比 威力十足 其他人倒还好 并不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而华西可是当事人呢 只听得哭笑不得 全身直冒冷汗 不明白金飞瑶 添油加醋的乱编这些干嘛 等金飞瑶说完 大殿内寂静一片 好像是在听精彩的说书 大家听的是意犹未尽一般 掌门师说 这是发生何事 潇洒 你也太不懂事了 怎么能带着你的师弟 就直接来劳烦掌门呢 就在这时 潇洒的师父得了消息 说自己的弟子带了一群人 跑去找掌门了 也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 竟然越过他这个做师父的 就匆匆忙忙的赶了过来 进门就看到了掌门师叔的脸色 有些奇怪 说不上是生气还是高兴 黄姐 不要骂他们 他们发现了养魂兽 乙山也被吃掉 所以才直接来找我的 瞎子都看得出来 掌门现在心情很不错 养魂兽 恭喜掌门师叔 让弟子前去 把那养魂兽捉回来 献给师叔 李光继跳出乙山被害之势 竟然直接恭喜了起来 看来这养魂兽 是很珍惜的姚兽 不然这些人 怎么会直接就无视了 乙山的死 只是为得到养魂兽的消息而兴奋 新飞摇不由得 悄悄地看了眼花兮 他此时低头站在那 脸上并没有什么可疑的表情 为了以防万一 青兽门掌门 还真的拿出了那件法宝 只不过常年不用 没戴在身上 他还亲自回去 从自己的藏宝地 翻出了那件法宝 那件可以查看养魂兽 四主的法宝 就是一面看起来 非常普通的镜子 试样比世俗大户家的小姐 用的还差 样子非常的不起 都没人给金飞摇 一个外人介绍一下 这件法宝叫什么名字 就看到李光继 从掌门手中接过了镜子 把弟子一个个叫出来 李光继就拿着镜子 对着他们一照 一点反应都没有 感谢观看